死神方便在巅峰时期被众多对手叫板 是人是鬼都想跟他一番较量 他也遭国内外很多名将宣战 方便是中国搏击的领军人物 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 方便的状态也有所下滑 每年的比赛频率也有所下降 但纵是这样 他的雄心壮志依旧不减 在擂台之外依旧保持着刻苦的训练 在保持着59战全胜的方便 再没打过比赛 2021年2月16号 死神方便再次出山 这次出山决斗的对手 可谓是来头不小 声势中国人却常年在美国比赛 他身高2米多 体重高达130公斤以上 此人正是有着泰山之称的董建军 与巨人拳手董建军展开较量 此次对决终于满足了不少无粉的愿望 现年32岁的董建军正值当打之年 是中国少有的大级别巨人拳手 在董建军的职业生涯中 他曾参加过拳击 踢拳等各大赛事 一双铁拳可谓是非常生猛 打出过多场精彩比赛 董建军与方便一样都未尝败继 实力也非常雄厚 好 最后一个回合 太精彩了 他方便倒了 方便要倒了是吗 有没有毛巾 老铁说啊 毛巾有没有 把那毛巾拿下 毛巾啊 毛巾来 哎呀 真的好精彩啊 这场比赛 太好看了啊 会不会产生第一个KO呢 我们非常期待啊 来 加油 方便加油 董建军加油 两位都是很优秀的运动员 两位都要好好加油哦 你们已经是胜利的拳广二 能站上我们散打个的 这个搏击秀场上就已经是 在咱们的拳击的比赛 擂台上是不能丢白毛巾的啊 这个工作人员要注意啊 这个白毛巾是代表是认输的啊 刚刚这个工作人员扔了给白毛巾 是要把这个台面上的汗水擦一擦 因为太滑了啊 好好 OK 没关系啊 咱们是一个搏击秀 干一点的毛巾 干一点的毛巾啊 不要生 要地啊 几分钟之后我就会举取一个人的 呃 一个人的 一个人的手 然后会公布啊 这个人略胜一筹 OK 好 我们的比赛还有最后30秒了 最后30秒了 一顿乱全 开 还热滑 一顿乱全 就露蹋 加油 最后一个回合了 对 还有30秒 加油 最后30秒 好 来 好 最后 最后15秒 14秒 13 12 来 11 10 9 8 1 6 5 4 3 2 1 结束 好 好 两个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啊 我去跟裁判两个人商量一下 他是向上去打的啊 这个难度真的非常的大啊 我们看到这个董建军想打到方面也很难 因为毕竟对方真的太灵活了啊 好的那么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老铁记得要关注三打哥的快手号加入粉丝团 那么我们每一次会发50万的红包 每一次会发50万的红包 另外呢 想学习 比赛开场后 方便通过灵活的步伐 与对手进行周旋 始终不会给对手近距离搏斗的机会 从战术的使用来看 方便确实做了充分的准备 利用自己灵活的移动能力 使得高大的对手难以发挥出自己的优势 董建军一直认为自己具优势地位 利用自己的身高臂战前置了方便 但方便不以为然仍然继续出击 虽然这场比赛不记录职业战绩 但两人都尽力打好这场比赛 方便直言根本打不进去拳头 两人熬战了五个回合 方便判定获胜 但董建军对这一结果表示出了不满 不服气自己被判输 他认为在点数上自己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被黑了 各位兄弟们 你们觉得呢 到底谁更胜一筹 相互的这个试探当中啊 因为拳手其实每出一次拳 他必须是有把握的情况下才出拳 要不然如果他没有把握 出的是空拳 那他的力气就白使了啊 因为对拳手来说 拳场上的体能消耗啊 体能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到底我们的董泰山能否坚持完五个回合啊 对他身高这么高的一个拳手 中分的泰山董建军第四回合的比赛 现在正式开打 加油 第四局 好的在这一回合 我看到双方要发力了啊 这是一场拳击秀 输赢不进入双方的战绩啊 拳自拳啊 对方便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啊 哎呀我们看到这个真的太难了 双方真的太难打了啊 是的 比赛已经进行到第四回合了 一共五个回合对选手的这个体能啊 也是个非常大的考验啊 特别是像身高211公分的董建军啊 他挪动 每挪动一步啊 都比我们这种小个子啊 挪动两三步都更加的要耗费体力 很难打 真的太难打了啊 两位都是实力啊 非常的强大啊 不分伯仲不分上下 我们看到这个这个董建军啊 这个不断地用在这个前四拳啊 作为一个防守的一个反击 第四回合 这是一个是力量型的 一个是这个速度型啊 这个80公斤级 其实在这个拳击中啊 这个力量已经非常大了 但是 但是80公斤的这个级别 跟这个无差级别的这个200多公斤的这个差距就太大了啊 这个一个摆拳 哎呀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前走的摆拳 哎呀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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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建军啊 就不断地就这个四拳 再给 这边制造麻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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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30秒第四回合啊 对啊 给他们加加油好不好 来老铁们啊 直播间的老铁们来 支持方面的抠个一 来打一加油 支持董建军的抠二 打二加油啊 他们需要各位老铁们的这个给力的支持啊 来老铁们啊 来抠起来抠起来好不好 对我们再次全掉一下 这是一场群击秀啊 群击的一个表演赛 是不进入双方各自的这个战绩的啊 作为推广这个正能量 弘扬正能量的一个 可以这一回合结束啊 第四回合结束 好 分开分开 好 刚才出拳的速度非常快啊 好 最后一个回合太精彩了 他方便倒了 方便要倒了是吗 有没有毛巾 老铁说啊 毛巾有没有 毛巾来 毛巾啊 毛巾来 真的好精彩啊 这场比赛 太好看了啊 会不会产生第一个KO呢 我们非常期待啊 加油 方便加油 董建军加油 两位都是很优秀的运动员 两位都要好好加油哦 你们已经是受力的全反华二 能站上我们散打个的这个搏击秀场上就已经是 好在咱们的全机的比赛的内台上是不能丢白毛巾的啊 工作人员要注意啊 这个白毛巾是代表是认输的啊 刚刚这个工作人员扔了一个白毛巾是要把这个台面上的汗水擦一擦 因为太滑了啊 好好好 OK 没关系啊 咱们是一个国际秀啊 不是专业的毛巾 干一点的毛巾啊 不要生 几分钟之后我就会举取一个人的 一个人的 一个人的手 然后会公布这个人略胜一筹 OK 好 我们的比赛还有最后30秒了 最后30秒了 一顿乱拳 快 还是滑 一顿乱拳 就要露他 加油 最后一个回合了 对 还有30秒 加油 最后30秒 来 然后最后 最后15秒 14秒 13 12 来 11 10 9 乱拳 乱拳 6 5 4 3 2 1 结束 好 两个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啊 我去跟裁判两个人商量一下 非常精彩啊 好的 我们死神方面对战董建军的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啊 五个回合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 可以说呢 掀起了今天晚上 整场搏击秀的一个小小高潮 各位老铁我相信大家看的也是非常过瘾啊 究竟是死神方便获胜还是董建军获胜 我们都非常期待一起来期待最后的结果 那在他们在统分计分的同时要欢迎我们所有的老铁点击下方的小铃铛来下载荣耀大贴子的游戏哦 那我来公布一下 刚才呢我跟几个残牌呢商量了一下啊 嗯 谁呢略胜一筹 但是呢 你看方便呢是59场全胜 但是呢这次呢 呃 在这个题目上你们觉得谁略胜一筹 接下来五秒钟的时间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三 二 一 一 不统计在他职业生涯的ada 对对对对 就不能算他六十 碴界的吗 一场碴戒到他 对对 然后你们开刷邻屋了 中国博 一